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大家看一下 今天咱们推荐的木耳 跟大家平时在市场上买的有什么区别 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刚泡泡完之后呢 它的木耳香味非常浓 就跟那种新鲜产生下来差不多 为大家看来看一下 咱们同样的一两 你看昨天那个 在市场买的木耳泡完之后 这就只有那么多 一两木耳就可以泡出二两多 好少的是吧 但是这个木耳我昨天在没泡开的情况下 一两就已经到了八两 想问这个木耳和大家经常买木耳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有一些大家买的木耳 它经过一些什么处理 拿什么东西去泡 可以导致那个木耳香味很大 再有一个呢 它重量是比较重 就是不够干的 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 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四个小时了 好快已经过去了 那今天就先这样啊 谢谢大家 然后我现在要马上去剪辑试课了 要不然今天交易不够了 非常感谢大家 明天呢 我还是七点直播啊 不见不散 拜拜 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木耳啊 做一个准确的数据 因为昨天在测试的过程中啊 因为由于这个水放的有点少 然后导致木耳泡发起来之后呢 上面就没有泡到 没有泡开 在那种情况下 我去撑了一下 咱们七点多将近八点了 但是呢 后来我又重新拿水给它泡了一下 本来放到碗里是有一半这么多木耳 它是水一放够之后呢 它已经跟晚期平了 就等于是发起来好多 但是最后呢 我又没有称究竟发出来的多少 所以说呢 今天咱们做一个准确的数据 拿一两干木耳 然后水放多一点 咱们泡一个小时 看最后啊 究竟能出多少木耳 好 就是这就是一两五十克 一两 然后咱们放到这个地方 这够大 咱们放温水 这一块水就够了 够了之后呢 咱们啊 就在这里等一个小时 看一下一个小时了 究竟能发出来多少 再撑一下 咱们啊 今天来做一个非常好吃的饭 豆豆花 这是很多豆 看一下 咱们提前用水给它泡一下 现在咱们这个木耳泡了一个小时 零二十分钟 咱们看一下泡完究竟是多少 这是非常准确的数据 先先开是吧 先开 然后再去皮 看一两木耳 究竟能泡出来多少 这是多少颗 五百五 我看一下 是这么多吗 哇 真的是泡出一斤多 泡出一斤 一两啊 一两干木耳泡出来之后 是一斤一两木耳 咱们这个木耳已经做过测试了 按这个比例去计算一下呢 一斤的干木耳完全可以泡发出来 十一斤木耳 按这样计算呢 大家一顿是吃不完这么多的 如果正常吃呢 一顿泡半两就可以 半两刚好够一顿 这样计算下来之后啊 这一斤的干木耳完全够大家吃了二十多顿了 算一下 大家平时在外边买的黑木耳啊 一斤只可以泡出两斤多 大家算一下这个比例 究竟相差了多少 再一个呢 咱们这个木耳香味 这样真的是闻得出来 非常的新鲜 哎对了 有一个重要事要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在市面上卖的木耳有两种 有一种呢 是比较大多的那个黑木耳 有一种呢 就是咱们这种小黑玩耳 那在市面上的定位呢 小黑玩耳啊 它的口感 还有它的价值 都要比那个大木耳更高一个城市 就简单的来说 这个的口感 和味道 要比那个大黑木耳更好 咱们今天拿这个木耳 做一个凉拌 这个木耳啊 现在已经清洗干净了 咱们下锅煮熟一下 凉拌木耳 一想想都爽口 特别好吃 咱们想吃这款木耳呢 可以再出窗下单了 哇 这个木耳啊 肉嘟嘟的好肥啊 这个凉拌木耳呢 现在咱们准备点配料 番茄 酵头 切的时候我们斜刀 现在我们做点辣椒油 这个豆啊 刚刚咱们泡完之后啊 用水再给它煮一下 这样就软很多了 我跟大家讲一下用铁锅 去做饭的一个技巧 咱们下面给它刷一层油 千万不要油跟米饭放在一起 因为油跟水放在一起 油就飘在上面 它不可能蹭到底下 但是大家洗锅的时候 没有发现 只要锅里有油 你用清水洗 根本洗不掉 就粘到锅上面 必须用洗液精清洗 才能把油洗掉 所以说咱们上面啊 包包刷一层 这个油呢 它就跟锅啊 仅仅相连了 即使把水跟米放在一起 它也不会裹上来的 凉拌木耳 像我这个方法做非常的好吃 大家可以试一下 放入白砂糖 最后啊 放入香肠沫 蒜沫 最后再放上橄榄油 哦 哦好吃 哦 真太好吃了 口感咔咔脆 而且味道也好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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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饭做的是太棒了 给它翻一下 哇 这种感觉 看下这头发 非常的脆 太小了 真的是凉拌 口感超级爽 看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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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豆饭好吃 嗯 踩踩踩踩的 嗯 真好整口耶 好吃 嗯 嗯 哇 香鹅大 哇 我这个流油了 嗯 我看一下 哇 哇 这个口感 特别好在摸 很新鲜 能吃得出来 摸的香味 真的 它是咖喱脆的 哇 这锅巴忘了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 嗯 嗯 好吃 这个可以 嗯 这锅巴够满碳了 我都买了两包 今天我爸妈吃了 你拍了 嗯 两包够多吃一年了 用这个木耳 包饺子也好香哦 包鸡肉和木耳扇